嗨!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健身狂,San Chen 很開心呢,就是在過年的時間呢,可以推出一系列的健身影片 讓你在家裡呢,就是除了吃美食、圍爐以外呢 也可以呢,來運動一下 然後讓你在過年的期間,除了吃美食 也可以來動一動,然後雕塑你的曲線 不要變成沙發馬鈴薯喔! 好,那今天呢,San Chen要先示範一個非常,大家都很熱愛的第一天運動 首先呢,要來訓練的這個運動的這個訓練的名字叫做深蹲 大家都知道深蹲對不對,對身體非常的好喔 尤其是可以雕塑到你的腿部跟臀部的曲線 好,那深蹲會訓練到我們什麼樣的肌群呢? 深蹲呢,會訓練到我們的股市頭肌,還有腿後肩肌群 還有女生非常在乎的臀大肌 當然呢,也會訓練到我們的小腿 然後底部魚肌跟肥腸肌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囉! 好,首先呢,我們要先來分享一下深蹲的這個訓練的動作 腳呢,先打開與肩同寬 那你也可以呢,再略歡一點點沒有關係 是你自己情況而定齁,每個人柔軟度的狀況不一樣 好,那下體側面跟大家分享 腳與肩同寬 然後呢,當你坐下去的時候呢,你要想像一下後面有一張椅子 然後呢,大概是坐到你這個膝蓋後面的這個距離 當你坐下去呢,是用你的臀部往後面做 那其實這個往後面做的要點呢 你的膝蓋不要太過於往前伸 超過腳筋非常的多 這樣對你的膝關節會有很大的負擔 所以呢,盡量讓你的臀部往後做 那一樣呢,我們起始動作呢,要先保持我們的這個腹部 我們的腹部呢,是直立的 不要往前突,也不要太過於有點駝背 然後呢,我們的骨盆跟我們的脊椎 都是保持中立的,保持一直線 你不要過於呢,骨盆後傾,也不要骨盆前傾 不要有過於翹臀的動作,也不要過於駝背 肚突的那個動作 好,嗯,那我們就開始囉 一樣,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你下去的時候,你手可以呢,水平往前延伸 然後屁股呢,往後做 然後讓你的脊柱呢,就是跟這個臀部呢,都保持中立 好,來,我們下去的時候呢,吸氣 下去的時候你會看到大腿跟我們的地面是成水平的 盡量保持水平,那膝蓋呢,就是這樣,不要說 內縮,不要內縮你的膝蓋 這樣對你的膝關節會有很大的壓迫 一樣往後做 好,然後呢,我們再回其實的動作 然後用力的時候,把你的這個骨,骨二頭跟你的臀大肌往上 用力的往上推擠,然後呢,吐氣 那一樣呢,你的膝關節在起來的時候不要鎖死 這樣子呢,對你的膝關節會有很大的傷害 只要呢,就是把你的這個臀大肌跟你的骨二頭肌呢,往上提起來 就可以達到雕塑臀部跟腿部的效果了 我們再做一次喔,好 當你呢,這個下去的時候,吸氣 用力的時候,往上吐起來 吸氣 記住要點,我們再做兩次 一 一的時候呢,OK 你的大腿跟地板怎樣 成天水平 好,回來 吐氣 那記得呢,肩膀呢 要放鬆,上下壓 不要鬆肩,很多人都會鬆肩 然後就會駝背了 往下壓,然後呢 挺胸,雙手往前 屁股往後做 膝蓋盡量不要往前 好 然後呢,再起來 這樣要做多久呢 你可以先做15下 或者是到20下 先去感受一下你的臀大肌 還有你腿後肩肌群 跟你的骨四頭肌的這個肌群的訓練的感覺 這樣子呢 對你呢,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好,我們今天呢 就到這邊囉 希望呢,下次 就是,大家見囉 還可以再試一試看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訓練動作 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呢 下次見